泰国王室如何在过去百年中疯狂敛财 总资产碾压英国王室 但论个人资产 英国现任国王查尔斯却不输任何人 英国王室最会赚钱的人 查尔斯国王还未即位时就被外界戏称为英国王室最会赚钱的人 虽是一句调侃 但也道出了事实 在查尔斯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戴安娜王妃离婚时 这位当时的王储被迫掏出了他的每一分钱 注意是每一分 查尔斯和戴安娜当时的私人财政顾问杰弗里·比格内尔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称 戴安娜的律师要求查尔斯将所有资产变现 包括正在进行的投资 并将这些投资作为补偿金赔付给戴安娜 当时 戴安娜一共从查尔斯那里得到了17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亿2000万元 而查尔斯的所有资产并不足以支付这笔钱 这跟她的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借走了300万美元 约2100万元 也就是说 当时的查尔斯净资产约为1400万美元 离婚后则是-300万美元 而据不完全统计到2022年 查尔斯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10亿9900万美元 其中包括查尔斯庄园对外开放产生的收益 封地的领地收益 农场有机农作物收益 化作拍卖收益 房产收益 以及最重要的投资收益等等 据称 单2022年 查尔斯的个人收益就高达3300万美元 除了这些收入 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离世后 还给查尔斯留下了7.4亿美元的遗产 这笔钱中并不包括王室珠宝 藏品及房产 再之后 查尔斯的收入还会更高 因为结尾后原本属于女王的领地收入 也将直接打入查尔斯的基金会 众所周知 查尔斯只有两个儿子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如果这位国王意外离世 能够分得这笔巨额遗产的只有他们 还有查尔斯的妻子 目前的英国王后卡米拉 显为人知的是 查尔斯在即位后第一时间合并了她的个人资产 和作为英国国王所拥有的君主资产 对查尔斯来说 两者并没有区别 毕竟在离世前 查尔斯退位的可能也就无限接近于零 但对于哈利王子及妻子梅根 以及卡米拉来说 这相当于直接剥夺了他们继承财产的权利 简单来说 就是作为丈夫和父子 卡米拉和哈利原本都可以分到财产 而卡米拉自己的子女和第一任丈夫的孩子 也就可以分得这笔财产 哈利那边也是统领 梅根以及两个孩子可以享有 但现在有资格继承这笔钱的 只有未来的国王威廉王子 以及他的妻子凯特 还有三个孩子 不得不说 查尔斯国王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精明 绝不会让属于王室的财富流入民间 可能有朋友会好奇 查尔斯对妻子那么冷血吗 答案是肯定的 有的朋友可能听过这样一件事 查尔斯曾个人出资买下了卡米拉祖母的宝石 重新打造了一条项链 让很多王室粉丝大呼 浪漫 感慨 真爱 但卡米拉对这份礼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感动 因为不论这枚宝石还是项链 都被查尔斯列入了王室的收藏范畴 卡米拉只能算借贷 也就是说 卡米拉根本没有自主处置这条账链的权利 也无法将他们赠予自己的孩子 至于哈里梅根 查尔斯估计早已下定决心 彻底和二人断绝关系了 这并非查尔斯绝情 而是这对夫妇在某些事情上实在做得太过分 让这位国王伤透了心 对此只能说查尔斯干得漂亮 英国王室作为世界最古老家族 顶级奢华生活和古老传统的文化 一直让民众们好奇不已 虽然如今的英国王室已经大步如前 但是依旧是全球瞩目的焦点 12月5日 英国王室晒出了一张查尔斯国王夫妇 和威尔士亲王夫妇的全家符 这张全家符不仅代表了四人在王室中的核心地位 更代表了王室的传承 照片中 以查尔斯国王和未来国王威廉 王储为中心 身侧站着各自的妻子 王后与未来的王后婆媳 卡米拉王后和凯特王储飞 这也是一种欺贫富贵的最佳体现 毕竟卡米拉和凯特的荣耀和地位 都来自自己身侧的这个男人 卡米拉王后一起白色断面裙 搭配全套钻石王冠和珠宝 雍容华贵 还佩戴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家族徽章和受戴 彰显王后地位 卡米拉王后还首次解锁了钻石门帘大凶针 这枚凶针大概很多人都未曾见过她 她来自伊丽莎白王太后 但王太后不知是不喜欢还是珠宝太多了 这枚凶针一直被尘封 直到卡米拉王后的解锁 这才让这枚凶针得以重见天日 如今荣灯王后的卡米拉王后 继承了王室珠宝库 获得了这些珠宝的自由使用权 这也再一次彰显了卡米拉作为王后的权力和地位 还有一件非常亮人惊奇的事 卡米拉王后的礼服和加冕礼上 卡米拉王后妹妹 当时作为加冕侍女时所穿的礼服一幕一样 大家觉得卡米拉这是穿了妹妹当初的礼服 还是觉得这件礼服好看自己也制作了一件呢 凯特王妃作为未来王后 这种重要场合绝对必不可缺 一席亮片粉 金色鱼尾裙 恶努动人 美翻了 凯特王妃一席价格高达5万的 Jenny Packham粉金色亮片礼服 搭配已故伊丽莎白女王著名的 格伦维尔钻石吊灯耳环 和戴安娜王妃的珍珠类王冠 雍容华贵 凯特当天也不忘和威廉王储秀恩爱 边走边聊尽显亲密 而当天凯特还佩戴了 威廉王储送的钻石胸针 回应丈夫的爱 凯特王妃的这身造型百分之百 复制粘贴了今年六亿儿童节时 增加约旦王储侯赛因 婚礼招待会时的造型 凯特对这对礼服也是很真爱 不仅重穿了粉色的这件 还多次重穿了绿色款 凯特王妃在招待会上 与受邀嘉宾谈笑风生 侃侃而谈的她看起来优雅大气 王是一家人作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当天的活动也让四人再次登上 英国各大报纸媒体头版 尤其是凯特王妃作为媒体宠儿 更是风光无限 虽然查尔斯国王两个儿子 但是没有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哈里梅根的全家福 反而更显温馨 和谐和团结 回顾历史 我们不得不提到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 在加冕礼后 首次出席法国访问时 闹出的笑话 这次经历让查尔斯深知不能再冒险 将接待任务交给卡米拉 她需要一位优雅大方的王室人员 来接替卡米拉的接待任务 凯特王妃以其亲切友好的形象 赢得了民众的喜爱 她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 与民众亲密活动 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同时作为严格的母亲 凯特王妃全心全意投入到家庭中 关注着乔治小王子的成长过程 这样真知的母爱 也让我们不禁动容 专家表示 凯特王妃作为接待韩国总统夫妇的代表 将展现出她优雅大方 亲切友好的一面 她将成为英国王室的一张亮丽名片 向世界展示英国王室的风采 在社交媒体上 粉丝们纷纷表达了 对凯特王妃接待工作的期待和支持 别忘了 别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